这次展会我们带的有200多个卖家过去的 那我就替这些卖家给广大的供应商讲讲一些重要点 首先是就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卖家 也许一年他们就是几百万美金的这个采购量了 如果是供应商真的是和这些小卖家 从前期就开始有年纪合作起来的时候 后期的这个年纪会非常强 另外一点就是我给广大的这些供应商一个建议 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以贸易商的心态去应对跨境电商 哪怕你就是先把你周围的工厂的产品拿过来和卖家去合作 因为卖家在做电商的过程中 他是有一个失款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试错的一个过程 试错的时候他对每一个品他可能需求不多 可能五个十个都够 多了也就50个200个以内绝对是 那这时候大家如果是以贸易商的心态 就意味着你给自己工厂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你相当于钓鱼一下子放了十个鱼钩 十个那个钓鱼的那个叫鱼杆出去 那么当卖家通过你你的这个供应商某些产品 他打出来了或者是打出来长期稳定的爆款了 这时候哪怕你平常不是生产桌布的 但是你这个生产围裙的这个车间 稍微改一下他就是桌布 还有一个我给工厂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和你前期谈的卖家确实可能前期小 和你们以前一下子出一个柜两个柜的这样子的客户 他不一样 然后你们可以作为供应商尝试的去组织卖家 举个例子你这次参展 那可能这个展位有100个叫跨境卖家去看了 但你可以从100个里面挑出来 比如说这5个这10个 你就可以组织他们你就告诉他们我这个工厂生产的货提量比较大 可能2000个 但是只有我能生产这个产品我有独特性 那么市场也不是说一个卖家吃的 那你们这5个卖家你们要不要联合一下 这样子的话批量的采购我们一个柜给你们发海外 你们去分拨到你们各自的仓里面 这样子你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 这样子也能这么多卖家他的一个展现率就高了嘛 大家要知道一个常识我们卖货并不是说这个货只有我一个人卖 这是最好的 卖货往往是好几个卖家同时共同去托某一个品 他才能把某一个品托成这个爆款 不是一个卖家去干 一个卖家是干不成爆款的 所以说工厂供应商有些时候你可以形成一种组织者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希望工厂能结合卖家 他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他的一个诉求 然后能配合 举个例子他们前期需要的叫资料 所谓的资料就是图片 照片文字 你如果能最快速度给到他图料 就图片文字甚至视频 这样子卖家能更快速度去尝试 这是一点 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工厂能配合卖家 针对跨境电商 举个例子我们要入海外仓 他是要有一些贴标的 我们原有的可能是要采购到国内的某个点 我们安排人员去贴标 那工厂如果熟悉了我们跨境电商流程 他无非就贴一个那个叫入仓标 你们熟悉的这个流程 就因为你们比别人多一个能给他贴入仓标这个服务 他没有多少成本 但是就因为这个他往往会选择你 这也是一点